毒辣太陽高掛 進入炎熱夏季 新冠疫情也在全球醞釀大反撲 儘管廢水監測顯示 病毒活動仍然相對較低 但全美住院人數 已經攀升百分之二十五 死亡人數也增加百分之十七 夏季病例數激增的原因 就是新變異株 能夠在溫暖潮濕的環境中存活 冬季變異株已經逐漸被新變異株取代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表示 其中兩種新變種 目前佔美國感染病例的一半以上 當局呼籲六個月大以上 孩童及成人趕快接種疫苗 甚至有人已經打算 帶回口罩自保 不只美國加拿大新布朗斯威克省 每四十二人中就有一人受到感染 專家警告當地夏季病例激增 領先全加拿大 另外英國政府部門市警 每一百零三人中就有一人確診 夏季新冠疫情恐更加嚴重 葡萄牙也持續升溫 中國的疫情從未消停 多地民眾反映 身邊很多親友迅速衰老 並飽受各種後遺症折磨 不是頭髮白了一半 就是皮膚淤青 心衰 肾衰 住院 中國民眾抱怨不斷 更質疑這是國產新冠疫苗惹的禍 在新冠病毒剩下反撲之際 中國民眾擔憂 該怎麼應對新一波疫情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